那个焦点人物就是清明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 他突然宣布说在下个星期他要前往不丹访问 因为他受到不丹国王的邀请 他还说到他想当面问问这个国王 人民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快乐呢 而对于这一趟不丹行 林瑞雄看起来非常兴奋 自称老顽童 清明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 在选前不到一个月的紧张时刻又有惊人之举 拿出不丹国王的邀请证明 脸上除了兴奋还有那么一点得意 两个月前以学者身份受邀 林瑞雄这回去不丹是为了国际公共卫生议题 不丹号称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虽然国民所得不高 但当地不仅教育医疗都免费 人民有房子住乐天知足 林瑞雄说除了关心国际议题 也有问题想要当面问问不丹国王 我会跟他请教 你爸爸为什么那么聪明 你爸爸25 他1970年在 他爸爸25、6岁就起出来 大家都追求GDP GNP的时候 他就讲GNH 富山是不是比较没有电子播的这个地方 我看学 理物上我应该到那边享受一个临近的时候 电子播是无所不在 26号出发 30号搭机回国 虽然出国这段期间 随乎没有办法跟着去不担 但看来林瑞雄也不理为意 反而还乐得亲近 远离第一次播到最幸福的国度 透透气 记者金云张怀玉台北采访报导 警察金云张怀玉台北采访报导